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一致 600万挥霍一空 事情该如何收场 买卖有诈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家住上海浦东的李女士 这两年简直是愁白了头 因为她的600万元钱很可能有去无回 我说我这是辛苦钱 你要不拿钱给我 我是要跳楼的 丢人丢大了 死的心都有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买卖房子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件大事 一套房子动辄几十万上百万 一旦出了差错 便是每个人不能承受之重 前面说的那位李女士 2022年为了给儿子买套婚房 抵押了自己名下的房产 掏逛了积蓄 还寄来了父母公婆的养老金 一共凑了600多万元 可是这600多万元 转账出去之后 却出事了 2022年3月初 李女士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打电话告诉她 自己和女友打算结婚 并且近期还有希望调回上海 真是好事成双 李女士非常高兴 开始张罗着四处看房 我家与老人的钱都拿过来了 给我儿子买房买婚房 很快 李女士找到了一家正规的房产中介公司 她跟对方讲述了自己的购房要求 她希望能在自己家附近买房 便于以后跟儿子互相照顾 房产中介根据李女士提出的价格 面积 地段等条件 在网上查出了一套合适的房源 据房产中介介绍 这套房源不是他们公司的 而是一个叫余业的房产代理人挂出来的 随后 中介公司带着李女士找到了那位房产代理人余业 余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通过余业的介绍 他们得知 这套房子距离李女士家不远 楼层是顶楼 价位和房型都很符合李女士的要求 但是余业说 这套房子的产权证还没有办理 他们也可以和房东商量 更换房产证上的名字 按照一手房来买卖 中介公司带着我介绍我认识的 这个东西他们是明白的 对于余业说的一手更名房究竟是什么 李女士并不清楚 她感兴趣的是 这个房子要比市场价便宜十几万 余业代理的这套房子 位于一个新开的楼盘 小区卖的都是新房 虽然这套顶层房屋已经卖出去了 不过余业说 买家只是在开发商那里做了登记 并没有办理相关的产权证 所以只要李女士和买家一起到开发商那里 做房屋变更手续 做一手更名 让开发商解除和原购房人的合同 再和李女士签个新合同 这样房子就能变成新房 如果按余业所说 房价585万加上其他的费用 只要交付600万元就能拿下这套房子 而且还能省下一部分税费 这让李女士很是心动 但她同时也感觉到 这样的操作似乎并不符合购房流程 不过余业表示 自己和开发商很熟 一切包在她身上 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是有权利的 我们是股东 我是代理人 我有权利把这房子卖给你 为了让中介公司和李女士吃定心丸 余业承诺说 如果事情办不成 她会退款 然后就是说 她搞不定 她这个钱会原物返回回来 几次交谈下来 中介公司的人和李女士都感觉 余业口才好 办事能力强 而且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 当时聊的呢 他们又是老乡 然后呢 她跟老公都在上海当了兵 一说聊的他们都很投远嘛 然后就这么聊的 她到我店里面也去 开着豪车 什么车都有 这个车 大概280万 多少多少的 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李女士的介绍人 余业作为房东的代理人 李女士作为买售方 三人签订了买卖居间协议 李女士交付了20万元的定金 由余业代为办理房屋买卖的一切手续 她说我如果不给房子给你 我就给你20%的违约金 因为当时我们合同上面有 如果不给房子付多少钱 双倍给违约金 为了让李女士安心 余业还透露了一个信息 说自己也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不久前也用一手更名的方式 买下了隔壁单元的房子 把他家的更名报告给我看的 他说我们家也是这么更名来的 当时他房子在2号楼 他带我们去他家里看 余业告诉李女士 顺利的话 当年6月前 房子就可以完成更名的手续 他们去财务去要求 他们给我过户 给我弄 他们到财务拍张照片给我看 看财务都在忙 他说他们交割好了就给你弄 保证给你弄好 之后 李女士将600万的购房款 打给了余业 可是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房子却迟迟没有动静 李女士着急装修 便开始催促余业去办手续 而余业那里却总是出现各种问题 一天几个电话过去 就催着他要房子 他说有的房子还没撤封 撤封了呢就给你拿钥匙 他说你不用担心 骗别人钱我也不会骗你钱 我说我这是辛苦钱 你要不拿钱给我 我是要跳楼的 这时候 带李女士去找余业的中介公司的人员 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打过电话 然后他说你要不行 你就跟客户说 我把我收他的定金退给他 后面就是适当地补偿一点 但客户又不同意 中介公司的人数次劝过李女士 要他干脆解除合同 拿回钱再看别的房子 可李女士不同意退房 我等不及了 我的儿子要结婚啊 李女士觉得价格好 核心意的房子不好找 坚持要买那套房子 他还一天三遍地催促余业 到我们家说 我老公也跟他说了 你再不交付的话 我们就到你们家里结婚了 反正你们家里现在也正在装修的 眼看李女士真的急了 余业就提出先把钥匙给李女士 自己同时催开发商办手续 他跟我要钱的时候 就把钥匙给我了 他说你放心 你自己随时都可以带别人看 我在我家的亲家 我儿媳妇都去看过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余业那边还是没有进展 看李女士急得不行 余业就提议要不就换套房子 第一套房不了了之 余业现在又要给李女士换房 中介公司已经断定 余业这人大有问题 中介公司要起诉余业 但李女士不同意 她执意要等余业这边的消息 不让我们起诉 他们说他们自己愿意和平解决 我们签了三方协议都有的 可是余业说换了房子 手续就得重新走 于是李女士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李女士等到了第二年 房子是没等来 倒是等来了派出所民警的电话 民警告诉李女士 余业涉嫌诈骗 她本人已经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了 李女士被余业给骗了 原来李女士一天三个电话 也给了余业巨大的压力 她不得已投案自首 这是余业在警方训问的一段供述 我已经自杀过一次 没死嘛 然后我也不想再骗下去了 然后就无负担地去自首 据余业跟警方供述 她并不认识第一套房子的房东 她是从小区开发商的销售人员那里了解到 那套房屋在挂牌出售 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她说他们有客户要买这房子 我说可以啊 客户买房子 你们把客户带过来 跟房东直接聊 聊完以后 等我们产政出来办交易 这个小区开盘后 余业隔三差五带客户来看房 他为人阔起 出手大方 在外人看来 余业是个有钱人 不仅做房地产中介 还涉猎很多其他领域 靠着四处送礼 余业从开发商的销售手里 拿到了不少房源 转头他就挂到了网上 其中有一套房 房主刚买到手没多久 就想转手卖掉 这就是被李女士看中的那套房 但由于还没有办理产权证 所以没有挂牌 这就让余业有了可乘之机 将房子包装成了 他的独家房源 为了骗取李女士的信任 余业将这个公用的看房钥匙 偷出来 交给了李女士 看到余业能拿出房子的钥匙 李女士便没有跟房主见面 没有资金托管 房子也没有过户的情况下 便将600万元 转到了余业本人的账户 据警方介绍 余业是江苏南通人 从2021年开始 她在上海就打着房屋买卖的幌子 开始诈骗 令人惊讶的是 在受害者当中 李女士还不算被她骗钱最多的 被她骗钱最多的是一个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人 而这个人 李女士还认识 体贴的背后是阴险的算计 女友竟被她坑了六套房 买卖有诈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余业之前曾带着李女士去过 她自己隔壁单元的家 在那里 李女士认识了余业的女友 萧女士 然后我就到她家 那个老师跟我说 你不用报案 我打算跟她结婚的 她肯定出现了一时的苦难 这个钱肯定会给你的 那时候李女士才知道 余业所说的那套房 其实是余业的女友萧女士的 当时看到萧女士 还对余业深信不疑 李女士就带着她一起 去了排出所 我说现在公安局 已经打电话给我了 然后她说 你把我一块带去吧 我就把她一块带过去 从民警那里了解了 余业的诈骗行为 萧女士是又惊又怕 因为他们家的六套房 都交给了余业做了抵押 很可能有去无回 后来事情的发展 果然如萧家人担忧的 他们都被余业骗了 如今 萧女士的母亲 一提起余业 就气得不得了 我什么都没了 弄得我个人 像炒饭一样 人家都救救我的 粮食啊米啊 都人家拿来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 给她骗得罐罐的 还空了一批够债你说 为什么会欠债啊 欠债嘛 她把我的房子都抵押了 买的房子都抵押了 抵押的贷款 每个月的利息有20万 我得两天都会退休钱 萧女士和余业相识于2019年 当时萧女士 托余业帮忙卖房 一来二去 两人就谈起了恋爱 余业在萧女士一家人面前 给自己打造的人设 是个财力雄厚的人 她是从小时贵出学校出来的 什么什么的 她说小学已经有 零用有五千块了 什么什么 我以为她自用惯了 习惯了 不论出手这么大方的 所以我给她投的 就想要她几箱几箱 胡中把她送过去的了 萧家人不知道的是 余业不但没有多少积蓄 反而因为各种原因 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 我属于那种 就玩脑子一根筋的那种 就是说玩游戏 充钱 然后出去吃饭 包括一些消费 KTV这些消费 基本上我属于喜欢买单的那种 靠着四处请客 余业让身边的人都相信 她是个有钱人 她的家是那里冻钱吗 有八套房子 什么什么的 谁知道她吹牛 现在是四套吹牛 我以为她很老实地看上去 谁知道是这样的人 一段时间相处后 余业甚至提出 想和萧女士去登记结婚 萧女士曾有过一段婚姻 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 2020年后 余业搬去了萧女士家 取得了萧家人的信任之后 余业开始针对萧家的财产 打起了歪主意 2022年 余业得知 萧女士准备给儿子买套房子 于是她推荐了一套 位于上海前滩的新房 市值2000多万元 她是认识的 和她交了朋友了 他们内部有内部下的 又是内部下 又是不需要摇号 余业巧舌如簧 很快说服了萧家人 同意卖房置换 但置换需要周期 余业便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在余业的建议下 萧家放心地将家里的 全部房产共六套 都做了抵押 可是余业拿到了钱以后 并没有停手 她又打起了萧家父母的主意 六套房产加上萧女士父母的存款 余业共从萧家骗到了1000多万元 还有一件事是萧家人当初没有想到的 余业其实早有家庭 她的妻子和孩子都生活在上海 直到案发 余业的妻子都不敢相信 丈夫会如此大胆做出违法的事来 余业的妻子并不知道 丈夫在外面骗了那么多钱 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余业挥霍了 仅仅在一款手游中 她就豪至1000多万 但对被害人却至今没有任何退赔 经审查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确认 余业诈骗多名被害人钱款 共计2100余万元 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经过审理 当地法院对余业判处有期徒刑 13年10个月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小伟老师 欢迎王老师 王老师 余业骗了2000多万 为什么这些受害者 会对余业深信不疑呢 那么所有的诈骗案件当中 骗子之所以能够成功 首先都是抓住了被害人 某方面的这种心理特征 或者是需求 那么在本案当中也是如此 这个行为人 他先是抓住了被害人 急于购房的心理 他为了能够获取到被害人的信任 一方面是通过这种开豪车 请人吃饭 出手阔绰等这样一些表现 打造了一种有钱有实力的人设 谎称跟开发商有关系 已经有这种成功的案例 并且自己在本小区也购买了房产 这样的一些话术 让被害人相信 确实能够买到所谓的一手更名房 而且他又通过这种偷窃的手段 窃取了这个房屋的钥匙 让被害人相信他确实有独家的代理权 从被害人的角度看的 也有几次机会 其实是能够及时去发现这个骗局 去及时止损 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看出来 原来被害人找的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 感觉到不对 也及时提醒了被害人 又比如这个行为人说自己在本小区也买了房 并且带着被害人去看了二楼的那套房 正在装修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被害人都没有能够去核实一下这个信息 这个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心理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对某一个事情 一开始就准备要相信它的时候 后面所出现的所有的负面东西 我们就会自然屏蔽掉它 特别是当你前期已经有投入的时候 这个心理上有时候讲沉默成本 对 所以当后期出现一些反对意见的时候 自己选择屏蔽或者是不相信 是 在本案中 由于李女士和萧女士 都没有走正规的房屋买卖程序 以致让中间人余业有机可乘 两家人都损失惨重 要说中间人替人买卖房屋引发的纠纷有很多 案案都不相同 但是像下面广西南宁的这起案件 就太离谱了 中间人走了正规的手续 还做了公证 卖了两套房 可奇怪的是 卖房这事儿 房主竟然蒙在鼓里 假证件 假合同 假公证 有人竟偷偷卖了他的房 买卖有诈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在广西南宁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居民卢巧凤在南宁市中心的这座公寓楼里有两套房子 两套房他都常租给了一个叫韦宝的人 因为那时候都有很多宾馆都在开了嘛 然后他就说我也是要住宾馆 住来住宾馆的嘛 签合同收房租的事 后来卢巧凤都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来处理 房屋出租十年后 卢巧凤想卖了这两套公寓再投资 就去找父亲要房本 他的父亲当时感到奇怪 说房本不是早就给了他吗 据父亲回忆 两年前租房的围保拿着授权委托书找来 说卢巧凤委托自己帮助他卖房 然后就把房本拿走了 卢巧凤文言大吃一惊 他立即赶往房管局查询房屋状况 房管局当时的登记显示 两套房子已经在两年前 以总价57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叫卢洪远的人了 在房产过户档案材料里 卢巧凤看到有自己的签名和首印 并办了公正的授权委托书 看到了维保替自己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 总之一切材料都显示 是自己授权委托维保卖房子给卢洪远的 可是那时卢巧凤甚至都不知道 有卢洪远这个人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卖房子 更没有委托维保帮他卖房 卢巧凤也曾几次找过维保 让他就房子问题给个说法 那房子你怎么弄的把它卖出去了 我说我弄呀 我什么都弄过 我都不懂 你电话讲这种 我不知道你具体你是谁 你这边你到底是谁 我是卢巧凤啊 自己人都没到场 房子怎么就能过户给别人呢 卢巧凤带着这样的疑问 曾找到南宁市房管局了解情况 房管局当时解释说 对方是拿着一份经过公正的授权委托书来办理的 如果申请人本人他不亲自过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求他提供这个授权委托书 还要提供这个授权委托书 委托书上清楚地写明 现委托维保作为我的代理人 代出售房屋 房产局说根据这份授权委托书 和其他房屋产权变更的法定要件 他们才给办理的过户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都公正处的大门我都不懂 那么是谁冒名顶替和维保一起去办的委托公正书呢 在公正处提供的材料中 身份证照片上的这个卢巧凤 根本不是他本人 经有关机构对委托书上的签名和手印进行鉴定 确定都不是卢巧凤本人的 之后公正处立即将之前 为假卢巧凤办理的公正书予以撤销 卢巧凤的房子那时仍然在出租着 他几次想进里面看看 却总是遭到房里人的拒绝 如果你要拿房产证来 你说这房子是你的 那我 你现在没评没证 你说是你的 那我还说是我的呢 为了拿回房子 卢巧凤曾向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 要求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并要求卢洪远返还房屋 公正处作为第三人出庭 那么当初委保到底是怎么骗取了委托公正的呢 据公正员回忆 当时一名自称卢巧凤的女士拿着自己的身份证 要求办理一份委托书的公正 委托他人出售他名下两套房产的公正 他这个比较特殊 说他那个身份证已经遗失了 正在办理当中 所以他持的是临时的身份证 为深重起见 公正员当时没有给对方办理 而是要求他补充身份证明 我要求他补充一个派出所 去派出所打印一个户籍证明 因为那个上面有相片的 还有一个就是办理新的身份证的 领取的评条 以及交费的那个收据 两天后 那名女子就按照要求 带来了所有的身份文件 临时身份证 户籍复印件 身份证领取评条 于是公正员在审核之后 给他办理了委托书的公正 第一次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 我也怀疑 第一个反应是 是不是在公安机关内部 有他的这个熟人给他办的这些材料 据公安机关辨别 假卢巧凤向公正处提供的 临时身份证 户籍证明 还有户口本 以及临时领取身份证的平条 均系伪造 而且水平很高 就连公安的户籍警 一时也看不出真假 开庭时 韦宝和另一名被告人卢洪远 都没有出庭 经过调查 主审法官认为 卢洪远和韦宝 就卢巧凤的房产交易 是建立在一系列涉嫌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的 犯罪行为之上的 现在的房主卢洪远很难认定 是善意取得第三人 案件涉及的刑事犯罪问题 应由公安机关展开调查 这个案子如果是 确实是基于信赖这些伪造证据 伪造材料来进行买卖 那我认为 它还是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 承认这一种权力外观 也能够构成善意取得 那么以后任何人 伪造 只要凭借伪造的材料 就可以处分别人的财产 这肯定是已经有为原来的 一个交易安全的 这一保护的这个初衷的 之后新宁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判被告韦保 以原告卢巧凤名义 与被告卢洪远签订的 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对原告卢巧凤不发生效力 据了解 卢洪远购房后 又转手将房产抵押给了他人 好在卢巧凤跟韦保 和卢洪远多次沟通之后 终于拿到了两套房子的部分补偿 王老师 南宁的卢女士这个案件有点复杂 行为人先是找一个人冒充房东 然后伪造证件做公证 把房子给卖了 那么行为人这些行为 法律上会怎么评价呢 那么第二个案件的情况 确实要复杂一些 行为人先是通过伪造的身份证 户籍证明这样一些身份证件 骗取了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那么他这个行为当中呢 他伪造户口本身份证 这些证件的行为呢 涉嫌的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那么他呢拿着这些骗取到的公证的委托书 房本呢 与他人签订存料房买派合同 进行交易的行为呢 其实涉嫌的是合同诈骗罪 因为这个行为呢 是发生在与他人签订履行合同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过呢 因为呢 他之前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这个行为啊 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实现最终的诈骗目的 所以呢 他属于是手段行为 那么因此呢 虽然他整个案件中涉嫌到了两个罪名 但是在具体的定罪处罚的时候呢 应当呢 按照刑法上千连犯的处置原则 择以重处断 因此最后呢 以合同诈骗罪以及罪 来进行评价就可以了 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梦想 房子是很多家庭 几代人财富的积累 所以涉及到房产买卖抵押 置换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机构和人员 并按照严格的程序来进行 切记草率和倾信 不要为贪图便宜而走所谓的捷径 保护好我们的财产 保护好自身的利益 不给心怀叵测的人 以可乘之机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王小为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